最後他的道歉感覺是我的孩子說了不當的話 我沒有當場支持他 我對這件事情很抱歉 其實在我看來我是對孩子非常難 我為孩子非常難過 因為我覺得他把孩子推上浪頭間 好像把責任推給孩子 這是我身為一個媽媽 我看到非常難過的一件事 孩子不是自己要來到這個世界上 是我們把他帶到這個世界上 而我們把孩子帶來世界上 最重要跟最基本的一個任務 其實就是引導他成為一個善良的人 這是需要教導 我希望其實他能夠回去重新思考一下 作為媽媽最重要的責任是什麼 七寶媽那個事情就是 其實是有網友留言問他一個事情 對 然後呢問他跟他孩子有關的事情 他就問了孩子 那孩子講了之後 後來引發了這樣的一個風波 但我覺得可是重點還是在媽媽本身 因為我覺得重點都不是在孩子當下說了什麼 重點是在你回應了什麼 對 以及你事後道歉的方式是什麼 最後他的道歉感覺是我的孩子說了不當的話 我沒有當場支持他 我對這個事情很抱歉 其實在我看來我是對孩子非常難 我為孩子非常難過 因為我覺得他把孩子推上浪頭間 我覺得他其實有點就像大家說的 好像把責任推給孩子 這是我身為一個媽媽 我看到非常難過的一件事 孩子不是自己要來到這個世界上 是我們把他帶到這個世界上 而我們把孩子帶來世界上 最重要跟最基本的一個任務 其實就是引導他成為一個善良的人 這是需要教導 我希望其實他能夠回去重新思考一下 作為媽媽最重要的責任是什麼 你在任何的一個轉折點 其實你的一句話都非常的重要 尤其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讀過小學 我們知道其實小孩子之間看似的惡意 常常是因為他還沒有把同理心建立起來 或者他並不是非常了解 比如說問題學生四個字 也許對他來說 他的理解就是 跟我有點不一樣的人 比如說他講話講得比較慢 他動作比較慢 他就跟我們不一樣 就叫問題學生 他完全不知道在大人的世界裡面 問題學生不是這樣被定義的 所以如果今天是我 我在當下我第一個反應 我會反問他說 那諾敏你知道什麼是問題學生嗎 然後我就會告訴他 為什麼會 每一個人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什麼地方 其實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在你的直播當中 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尤其你是所謂的親子網紅 不要只把直播 當成一件賺錢的事情 你是真真正正的在跟大家分享 分享你的生活 同時也分享你的見聞 現在網路上的很多的網紅 他們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 竄紅起來的 也許有一些 有一些比如說是旅遊的 很會旅遊的達人 很會省錢的達人 但有很多很多其實是靠 事件 評論別人 罵別人 跟人家吵架 而這樣子紅起來 所以他在很短的時間內 以累積仇恨值 起來的網紅 其實你自己有什麼東西 是可以分享給其他人 黃國仁其實還挺會帶貨的 因為他之前在大陸 幫我賣貨的時候 他賣的業績比我還高 我之前在大陸做直播的時候 他是跟我做直播練起來的 他算是我的徒弟 但是清出於來 因為我們之前在大陸做的是帶貨直播 所以我當時是真的播了快600場 每天六個小時 然後播到呢 嗓子都啞了 雖然創造了結果 也拿到了變現 可是呢 我大概有兩年的時間 是完全沒有高音的 甚至有兩個月是發不出聲音 所以當時不得已 黃國仁才帶我的班 因為我不能斷播嘛 所以他是因為帶我的班 就發現呢 原來他也是很會直播的 他那時候還可以在大陸 賣女性內褲 還可以賣衛生棉 絲毫難不倒他 什麼都敢講 什麼都敢講 而且他用很特別的方法賣 所以他可能會用唱歌的方法 或者是用那個 他賣香水就唱味道 然後賣茶 他可能就銀絲作為 那他賣女性內褲沒有唱味道 跟你講 他應該不是吧 他賣女性內褲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特別詭異的實驗 因為那個內褲呢 是銀離子的 他能夠抖一個天然的墊 所以呢 他那時候還玩了一個燈泡呢 放在那個內褲上 會發亮的遊戲 賣爆 賣爆 所以黃國倫是一個很光怪陸離的人 就是他是一個很有創意的人 我覺得 我在他身上也看見直播的各種可能性 可以唱歌 可以聊天 甚至可以陪 他可以在空中幫大家祷告 所以你知道他可以 我們還可以播到 全場的觀眾在直播間哭說 果然老實話今晚就沒有流淚了 乃欣姐 你讓我想起了我媽媽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直播除了可以帶有形的貨 他也可以帶無形的 包括信任 信仰 情感 這些是比較珍貴的 但你要付出的代價就是 真的會沒有私生活 這個風神裝的那三三四四的事情 那個大哥就是人家很貴嘛 對啊 對 只是沒想到那麼快 對啊 對啊 這還是要注意注重健康 只能這樣講 還是要注重健康 沒有什麼好處 因為該說的大家都說的都差不多啦 合作的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對啊 就是這樣 很可惜 上一次見到 蠻久的 因為他後來有在拍戲嘛 拍那個TVB的戲 機制校園生活 然後我就看他 我就看他狀況好像不是很好 然後我就好像有碰到 逸祥還是誰 我說 還有什麼 好像還有阿虎啦 可是阿虎跟他好像 玩家還是怎麼樣 應該是逸祥 我說要叫他注意身體喔 他那個狀況就是 會發白 因為我最後一次跟他合作是 但是封神已經快要收攤的時候 然後 他的走路都有問題啊 然後 台詞兩句 恩記好多次 我就覺得不太 可是他那個時候已經 黃半星狼瘡已經開始了 所以 我也很驚訝說怎麼會這樣 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 要保重 現在我又壓力更大了 我又準備要生 想要再懷孕啊 所以 希望 希望 看能不能趕一個 十年了吧 農年趕不到了 就這樣 最近要拼 最近要拼 那你沒有時間直播 我直播都是很偶然啊 不要太累 對對對 那你太累